我们知道这个华人圈里啊 有很多人自认为自己是玩政治的 是吧 其实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 知道常识 是吧 依据我们看到的新闻 从常识上分析一下就足够了 没有必要把它提到政治的高度 但是在海外是不是有 真正关心政治的 或者说关心时政的同时 能提得上是政治家或者政客的呢 其实有 确实有那么一批 能够提到政治家的高度的 目前在海外被各国政府 或者说民众能够认可的 可能也就一两位 甚至可能只有一位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西方社会呢 它不太在意中国实行什么样的统治制度 是吧 这个东西你对别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 人家也没有非常重视你 只有说你伤害到别人的时候 人家才会看一眼 你还能给我找麻烦呢 对吧 高看你一眼是因为你吓了人家一跳 并不是你真正伤害了别人 那么所以呢 在西方人眼中 中国有没有政治家 有没有反对派 其实不是很重要的 当然有一些涉及到中国的政策需要多听听各方声音的时候 作为政府来说 不管是美国政府还是欧洲的政府 他们也会寻找一些有代表性的群体 有代表性的人物 是吧 到国会 到这个参众两院 到议会 去做一些阐述 从这个逃离中国的这些政治人物 对中共认识比较清楚的 这些人身上 听到一些他们的建议 听到一些他们 发自于内心的对中国的观察 这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参照的一个系数 所以我们看到呢 更多的 玩政治的人 号称是自己是玩政治的 最多只能算得上是个政客 而且是非常不入流的那种 因为没有什么市场 无论是西方的政府 还是各国的议会 甚至民间的智库 对吧 花不了两个钱 养一帮人 不是太大的问题 绝大多数人都没得养 没人愿意养他 那怎么办呢 蹦啊跳 拿一些项目 拿一些津贴 勉强养活自己 然后给自己编造一个光环 自吹自擂 说西方国家多么重视他们 我跟哪一个国会议员 关系比较熟 我跟哪个国家的议长 有多少年的这个关系 我们经常能看到这些 自诩的精英 到目前为止 没有什么特别 能提得上筷子的人物 一方面来自于他们自身的素养不足 现在我们看到的政治人物 很多人从这个个人经历上来看 基本上没有 曾经在中国接近政治的 很多人都是学生 是吧 一时头脑冲动 参加了一个反政府的游行 是吧 抗议了一些中国的政策 被中共关押 这个采取强制措施 甚至有一些好像 是被礼宋出境 是吧 连出国都没受到干扰 买张机票 半个签证 自己就飞出来了 就中共也没拿它当回事 它在国内 不显山不露水 出来以后呢 因为生存比较艰难 加上外国人对他们也不太了解 是吧 他们自己编造了很多 相当玄幻的 类似于好莱坞大片一样的 逃亡的经历 耸人听闻 对吧 这些人呢 西方人拿他 有的时候啊 特定的时期 可能会拿他当回事 宣传一下 那么在华人圈里面 他们就可以借着这种宣传 又把自己包装一遍 金光闪闪 搞得好像民族英雄一样 其实大多数这种政客 都是那种属于野生的 在西方国家 他们重新求学 是吧 获得了一些上学的机会 混一个政治学 或者社会学的一些学历 是吧 毕业论文写着 中国的未来往何处去 是吧 中国的民主 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西方国家的汉学家 也不能说他是错的呀 对不对 没有办法验证 这都是科幻类的论文 那只能给他打个优良 是吧 顺利地拿到了博士文凭 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博士 其实水分都很大 他们对现代政治 别说了解不了解了 他们对中国都不了解了 他们谈到的中国 往往都是 他们在书房里面 意想出来的这种理想国 是吧 而且有很多人为了 让西方人更看重他们 他们主动地参加政治活动之余 而且加入了教会 甭管他信不信 他总得加入 加入了以后呢 他能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 在外国人眼里 他进化了 是吧 他属于那个黄勇人里 比较优秀的 可以全盘西化的 他也 他也愿意在中国 推行基督的荣光 所以呢 他们更接近 西方的一些政客 当然了 转过身来 他们就更容易向 中国人民宣布 他们代表的最先进的力量 所以经常 抨击一些人的政治观点 因为他们在政治观点中 掺杂的更多的是市场需要 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思想 当然了 有很多人 他根本就没有思想 是吧 这个你也没办法 毕竟这个社会呢 它是一个需要营销的 久好也怕上得深的 这么一个时代 许多人上串下掉了几十年 到现在为止 光滚一条 没几个兵 是吧 有些人觉得 我有很多战友 是吧 我有很多这个 拥顿 其实这些拥护者 有几个是真心 向往的改变中国的呢 我们现在在海外 看到的很多人 跟辛亥之前的革命家 他完全是两码事 辛亥之前的这帮人 他想改变中国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觉得 中国落后了 要唤醒一个 沉睡的民族 要推翻满清 推翻一个少数民族 骑在我们头上 甚至我们看到 很多辛亥的这些革命家 他自己也是少数民族 但是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文化认同 他们认为 他们是中国人 他们觉得中华民族 应该站起来 要追赶 世界前进的步伐 不能在满清 昏溃的统治之下 今天割一块地 明天转让一些 经济上的这个 利益给全世界 到最后 到最后国将不国 中国永远不能站立于 民族 世界民族之灵 是吧 有这种紧迫感 有这种国家认同 那么他们接受了 现代国家的观念 他们非常想改变中国 但我们今天看到的 海外的这些意义群体中 真正想改变中国的 不多 能够被大家所认同的 可能就一两个老人 剩下来的呢 剩下来的更多的 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 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 有一些是为了满足虚荣性 更多的 仅仅是为了满足 生存上的需要 他们需要一杆旗子 需要一个口号 来让自己活着 来麻痹自己 顺带呢 混脸吃喝 出两本书 找两个女朋友 就这么现实 把他们称之为政客 我觉得都糟蹋了政客这个词 怎么办呢 这就是现实 谢谢大家 再见